好 再来下午震撼各界的讯息 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下午三点半召开记者会 无预警的宣布裸退 寻在这样的敏感时刻 引发各界泛然 我们连线记者吴沁阳 带我们了解现场状况 沁阳请说 好 社主播稍早 这个总统府副秘书长呢 罗志强在自己的脸书上 是表达他已经跟总统来辞职 并且是获准了 那么刚刚呢 稍早在三点半的时候 他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 说明自己在昨天晚上 跟总统府请辞之后 得到总统非常勉强的一个答应 那么他刚刚来到现场之后 也速度跟大家来致谢 也说到其实这段时间 处理的许多的这个事情 都让自己的确是感到相当的疲惫 那么之前他也提过说 应该会参选基隆市长 明确表态过 那么他今天也说到 其实他这一回应该是裸退 暂时不会针对任何的职务 或是参选任何的选举 当然他也跟基隆的支持者 已经表达过他的想法 我们来听一段稍早他的说明 这事业上的工作 没有非谁不可的事情 立法委员长没有非谁不可的事情 总统府复密书长 没有非谁不可的事情 我也没有那么那么的 像你大家想象 那么那么的不可取代 事实上每一个工作 都可以找到取代得了的人 那对我来说 我就是回到我自己怎么去思考 这个工作的生涯规划问题 既然我觉得该到告一个段落 既然我的心意已定 那我就跟总统来表达我的想法 那总统他当然也 我很感谢总统 他过去对我的工作 他还是觉得是肯定的 那就像刚刚提问的 其实如果真的说 今天做这个决定 我有任何一点的心理的负担的话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总统 这确实是 他有听到 其实外界也有解读 他是不是因为这一回 这个马王的九月政争风暴 而想要辞职下台 那么他提到其他的理念 跟总统是一样的 虽然他强调外界有诸多的批评 不过他跟总统一样认为 这个司法的一个问题 没有办法用模糊的态度 来跟大家交代 并且是再三强调 他认为官说的确是 司法行为当中相当不可取的 但是其实话呢 他也说了 他的个性就是不会把话说死 因此接下来的一步呢 他也没有做详细的说明 至于总统府副秘书长的接任人选 他表示会跟总统再来考虑 在职务完全交接之后 才会离开这个位置 以上倩阳最新情形 先将镜头还给棚内 好 谢谢倩阳 看到总统府副秘书长 罗志强 目前已经请辞获准